上课 小朋友好 小朋友 你们都打过电话吧 请你想一想 你给谁打过电话 为什么是打电话的呢 你来说 哦 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你会打电话给小伙伴 约他一起玩 你呢 过生日的时候 会打电话 邀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做客 方方你说 今年春节 因为疫情 不能去外婆家 所以你就打电话 向外婆拜年 真是个懂礼貌的孩子 小朋友 打电话 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平常的事情 其实呀 打电话里面 还藏着好多学问呢 今天这节口语交际课 我们就要来学习 怎样打电话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视频 看一看 视频中的小朋友 是怎样打电话的 喂 张杨在家吗 小朋友 你是血压 是张杨的同学 李中 我想 约他一起去打球 他在家的 你稍等一下 我叫他 好的 小朋友 大家看得很仔细 那 这个小朋友 是怎样打电话的呢 请你说 哦 他打电话的时候 直接就说 喂 张杨在家吗 接电话的阿姨 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呀 你来说 嗯 他没有自我介绍 也没有礼貌 小朋友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录音 听一听 录音中的小朋友 是怎样打电话的呢 喂 你好 请问 你找谁 阿姨 您好 我是张杨的同学 李中 请问张杨在家吗 他在家 你稍等一下 我叫他 谢谢 和视频中的小朋友相比 这个小朋友 是怎样打电话的呢 你来说 哦 他首先告诉阿姨 他是张杨的同学 李中 好的 哦 这个小朋友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说 您好 请问 谢谢 谢谢 他用上了礼貌用语 就显得很有礼貌 是的 小朋友 小朋友 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呀 要先自我介绍 告诉别人 你是谁 而且 在打电话的时候 还要学会 小朋友 小朋友 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 哪里重来 好吧 小朋友 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呀 要先自我介绍 告诉别人 你是谁 还要 有礼貌 现在 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录音中 李中 打电话给谁呢 喂 你好 请问 你找谁 阿姨 您好 我是张杨的同学 李中 请问张杨在家吗 他在家 你稍等一下 我叫他 谢谢 从他们的对话中 你知道 李中 打电话给谁吗 哦 他打电话给 张杨 他问 张杨在家吗 那 张杨 在家吗 嗯 他妈妈说 他在家 你稍等一下 我叫他 小朋友 打电话的时候呀 我们就要向 李中 和张杨的妈妈一样 把话 说清楚 让对方 听明白 现在 我们知道了 打电话的时候呀 我们可以进行 自我介绍 要有礼貌 还要说清楚 听明白 现在 我们一起来 试一试 看看 你会打电话了吗 王若成小朋友 在踢球时 不小心 扭伤了脚 他需要在家 休息一天 得打电话 向老师请假 老师来接电话 谁来当 王若成小朋友 不要急 可以先自己 试着练一练 嗯 好的 请你来 其他小朋友 可以当评委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样 向老师请假的呢 请假的呢 喂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杨老师 你好 我是王若成 哦 是王若成的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我在 这条 左手 在 西方 上了一条 一直 给我的人 回答 就是 一条 我反正 请假 对照这里的要求 看一看 小评委们 王若成的电话 打得好吗 嗯 王若成一开始 就自我介绍 说 我是王若成 好的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 又 请问 您好 也很有礼貌 王若成小朋友 把请假的原因 和时间 都说清楚了 小朋友 王若成小朋友 电话打得好 你们 评得好 张老师 要给你们 点赞 小朋友 越来越会打电话了 那么 有的时候 我们打电话 给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环境 很嘈杂 听不清 这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这两个小朋友 是怎么打电话的 厨艺 您好 我是 顾浩宇 顾浩宇 您好 有什么事吗 我们明天下午 去瞿秋白 纪念馆 参加 讲解活动 一点在 南门 集合 您说 我们今天 在外面 吃饭 这里 有点 好 你能 再重复 一天吗 一点 集合 在哪里 集合 明天下午 一点 橘秋白 纪念馆 南门 见哦 一点 南门 听清了吗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明天下午 一点 橘秋白 纪念馆 南门 见 再见 楚燕小朋友 在饭店里 吃饭 她没有听清楚 顾浩宇 小朋友 说的话 那她 是怎么 做的呢 哦 她说 能重复 一遍吗 也就是说 没有听清 的时候 可以 请对方 重复 一下 那 顾浩宇 小朋友 又是怎么 做的呢 嗯 她把活动 的时间 和地点 强调了一下 而且 声音 更加 高一点 小朋友 您越来 越会 打电话了 那 碰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有一个叔叔 打电话 找爸爸 但是 爸爸 不在家 同桌 两个小朋友 可以试着 练一练 嗯 现在 蒋老师 就是这个叔叔了 谁来当 这个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 合作一下 好 我们就请 黄欣宇小朋友 来 喜欢小评委 听仔细哦 你好 你 你好 你讲谁 小朋友 你好 请问 是李建伟家吗 是的 李建伟 是我爸爸 哦 我是你爸爸 我是 公司业务部的 小王 请问你爸爸在家吗 这不巧的叔叔 爸爸今天要是出去了 他要去见面 哦 这不巧 那起点转到你爸爸 明天上午9点到公司开会 好的 我们明天和爸爸 跟他明天上午1点到公司开会 嗯 谢谢你小朋友 小朋友再见 谢谢叔叔 叔叔再见 嗯 电话打完了 小朋友们 请你们来评点一下 嗯 王兴怡小朋友 在接电话的时候 很有礼貌 他还很抱歉地跟叔叔说 他的爸爸不在家 王兴怡小朋友 还会把叔叔的话 跟爸爸转告 非常好 如果你是王兴怡小朋友 你会怎么向爸爸转告呢 好 你来说 哦 你会说 爸爸有一个同事找你 叫你明天上午9点到公司开会 你来说 嗯 你会说 有一个王叔叔找你 找你 他是公司业务部的小王 他请你明天上午9点到公司开会 小朋友们 说得都很好 在打电话的时候 如果家人不在 我们要学会 转告 这也是打电话的学问哦 小朋友 不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打电话 有时遇到紧急的情况 也需要打电话求助 这些电话 你都认识吗 看 这是报警电话110 这是火警电话119 这是急救电话120 那么 什么情况下 需要打这些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又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 他会教我们 怎样来打120电话 当你或你身边的人突然发病或受伤时 我们能做些什么 你也许会感到盲人失措 六神无主 那种急切求助心情 也许使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 但是 如果事先具有一定的急救常识 和急救技能 就能在关键时刻 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 这时 你想要什么 120 对 120 那么 您会使用120吗 首先 请牢记医疗及救救助 电话号码120 拨通电话号 切记 情绪要稳定 头脑要清醒 讲话要清晰 能说普通话 就不说方言 能一句话说清 就不说两句话 关键时刻 时间就是生命 那么 在电话里都说什么呢 首先 要说清楚症状或伤情 便于准确派车 其次 地点也要说清楚 以便救护说 尽快找到病人 病人能尽早得到救治 而且 一定要仔细听进 120调度人员的答复内容 并留下病人的姓名 性别 年龄 以及自己的姓名 电话号码 以便联系 当120调度人员 挂断电话后 自己再呱唧 在等待的时候 请不要着急 120 医生上车后 会与你联系 以便提前了解病人病情 并且 在紧急情况下 会指导你采取一定的急救措施 在迎接救护车的时候 请注意 见到救护车后 要主动挥手接应 等车地点 应选择路口 公交车站 大的建筑物等 有明显标志的地方 还要注意 等救护车时 不要把病人提前搀扶 或抬出来 以免影响病人的救治 如遇到的是事故灾难 要告知120调度员 事故灾难的性质 如车祸 火灾 中毒等 并要将发生时间 事故地点 影响范围 商人数量 通行路线等 讲清楚 如遇到特殊情况 自己不能 或不能及时拨打120电话 可通过高声呼救 请求他人 帮助呼救120 当您遇到市民日常急救 危重病人的长途转应 和大型突发事件 事故的紧急救援的时候 请拨打120 遇到有危急生命的疾病 创伤 中毒急需抢救时 请拨打120 遇到意外事件 有人身伤害时 也请尽快拨打120 另外 也要牢记其他的服务电话 遇到发生火灾时 请拨火警 119 遇到治安事件时 请拨打治安报警电话110 遇到交通事故时 请拨打交通事故 报警电话122 小朋友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都是非常重要的特殊电话 我们在打这些电话的时候呀 一定要说清楚地点和当时的情况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 不过老师要提醒大家 这些电话可不能随意打哦 小朋友 小朋友 学会了打电话 我们可以问问题 发邀请 请假 我们还可以给别人送去祝福和关心 小小的一部电话 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快捷 美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